他出生于香港,却成名于台湾 他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却又多年没有发布专辑 他有着双重人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工作中事事注入细节 他追求完美,工作认真努力,系列深情专一 偶像特质,但在系外,作风松散,负面新闻不断 系列系外判若两人,这个人就是许少阳 在大学毕业后,许少阳和女友Jenny回到香港发展 许少阳在刘德华主演的《全职杀手》中担任临时演员 在最后一天拍戏间隙,许少阳走进刘德华的休息室 他对刘德华说,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我已经等了三年,但一直没有机会 我想请教您,我该怎么做 刘德华诚恳地建议道,如果你想出唱片 台湾的音乐环境比香港好很多,你不妨到台湾试试 刘德华的这句话成就了红遍半边天的许少阳 徐少阳与女友Jenny随后来到台湾 被最佳娱乐经纪公司负责人姚凤群看中并签约 徐少阳与三立电视台节目部监制陈玉山的一字偶遇 让他成为了薰衣草的主学 而薰衣草一经播出就火了 也让徐少阳一叶成名 有徐少阳主唱的薰衣草电视原声带 更是创下了十万张的销售佳机 而这个时候的Jenny却选择悄悄离开了徐少阳 在后来徐少阳为女友Jenny特别制作了歌曲 希望你还在 2004年红遍东南亚的电视连续剧 《海豚湾恋人》巩固了徐少阳偶像剧第一小生的位置 让他的事业达到了一个顶峰 之后他的演艺事业与台湾的偶像剧一起没落 开始走下坡路了 并在2006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音乐专辑 而他的歌唱事业也就停止不前 而最近几年徐少阳虽然还在娱乐圈 却已经大步从前了 如今的他还被爆出整容 有许多曾经的粉丝无法接受他现在的形象 他的花香带来了无数个幸福的瞬间 直到现在依然营绕在我们耳边 可如今他却默默无闻 Lun Sang 和吗 是我 感情的 arrow 你 没有